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亦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次我们讲讲一些现象 大家有没有发觉西方的民众 好像对于Omicron变种 或者叫做新一波疫情 好像没有感 不是好像很害怕 虽然一向都不是很害怕 但是今次好像更加放松 或者叫无事 为什么这么多西方民众会这样 我们看看 其实在11月下旬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这个新冠的Omicron变种 就是 叫做 需要关注的变异珠 当然了 边境是关闭了 股市当时都是暴跌的 有关这种新威胁 将会如何在全世界肆虐的警告 传播开来的 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今年年底的一个比较恐怖的场景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是生活照相 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要用开圣诞party 没错了 好像美国进行了一份民意调查 你听到都很害怕的 就是这份民意调查 就在12月3日到12月6日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 原来94%的人 当时 圣诞节之前94%的人 是没有听说过Omicron变种的 是没有听过的 你记住 没有听过 是啊 有没有看新闻的 大佬 可能不理吧 虽然关于Omicron变种的风险和疫苗 是不是对它的有效性有多少呢 现在到今时今刻为止 我们知道的事情都是比较少 但是只有23%的人 表示他们新变种会取消假期 只有23%的人会取消 28%的人就说 可能会停止和家人意外的人事 就是搞派对 其实跟之前刚刚新冠大流行 初是截然不同的 那时候 我们了解到 其实是因为没有疫苗 第二 治疗的方式也不多 所以 就比较重视 还有 知道新冠是高传染性和高致命率的 很多人记得是什么 盲腸子 香港罪人打劫纸巾 刺子 刺子 没错了 亦都有人 是猛买食物 开始 不断的买东西 后来 就进入了封城 出门 大家 甚至 是 穿一些防护衣出街的 但是 现在 很多西方的民众 就没有当时 那么怕新冠了 其实 为什么呢 因为 公共卫生当局 是减缓了新冠 Omicron 的传播 是有一些努力的 不过 更加多的是因为大家觉得 我都接种了疫苗 嗯 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都看过了 就好像 就好像一些电影 最初 个个都很害怕 但是 到了后来 哎 既然 个个都不害怕的时候 就当没事了 这个也是 叫做 对于这些大事件的 疲劳 其实都可以叫做抗疫疲劳 很好 是呀 很疲劳 因为玩了两年多了 是的 虽然 紧急警暴 好像不断的响起 也都削弱了很多人 对这种新冠的 恐惧反应 反正每天都响警暴 每天都有新高的 导致他们 放低警惕 放松限制 和口罩都长大了 甚至有些人就拒绝接种 但是都是那个人 有疫苗就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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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基本上 都是经历了一个 消除积极恐惧的 一个阶段 比如这样 科学家就说 比如这样 你怕蜘蛛的话 如果 只看到一只八脚的蟲 就会 吓你了 是 这个 也是你大脑的反应 你的大脑威胁检测系统 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叫做 杏仁核 杏仁核 即是你大脑的 谁叫杏仁核 其实是一个 安全警报器 它会立即 掩抹你 脑海当中 其他的 责任 令到你 快速这样有保护意识 就是说 走啦 逃跑啦 我们或者要跟他打仗 这样 这种反应 是 过于活跃的时候 如果你这种反应 很强烈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谓的 恐惧程度很高 心理专家 经常推荐一个 暴露疗法 那么他的目标 是令到你 熟悉你恐惧的来源 令到你不再 觉得有威胁 那么你的 杏仁核 就会稍作休息 那么你的 潜压 叶皮层 就会接管的了 这个时候就允许你 更加理性地思考 究竟 蜘蛛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 是不是真的那么危险呢 治疗师通常会用两种暴露法 当中的一种 就是系统脱吻 和冲击疗法 系统脱吻 先引入 小程度的 威胁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会逐步增加 你可能会先见到 蜘蛛的照片 然后就同 装在房间 另一端的 叫做 一个龙仔里面的蜘蛛 共处一室 当然了 他是有个龙仔 这个时候 你的 毛骨悚然的程度 就开始提高了 你将会学会 在威胁较小的情况下 因为你经常跟他对着 那你就可以慢慢地学会 你大脑慢慢地学会 控制自己的恐惧感 而冲击疗法 就是 你直接进入你最害怕的场景 治疗师可能直接放蜘蛛在大腿上 那你就会感觉到极度恐慌 这样的目的 就是令到你在毫无 就是毫无损害的情况之下 正正式式地和这个东西接触 并且可以生存下来的 你当然可以生存下来的 你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恐惧 和现实当中的感觉 是有错位的 是有不同的 其实 治疗不是很可怕的 老实说 我小弟就不是很敢 说句老实话 你觉得你很毒 看看什么品种 都要 是的 所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了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几十亿人 都遭遇了两种经历 2020年春天 我们都经历了冲击 我们突然遇到一种无形的 和可以致命的病原体 它在全球范围内 令到一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 而且在我们周围 连上呼吸机的一些人士 都是喘不喘气 喘不喘气 媒体用这些令人痛苦的画面 冲击着我们 但是现在媒体 好像就没有那么冲击了 老实说 你看到印度的画面 就很震撼 现在印度的媒体根本不报 是吧 从那时起 每一次新的信息 传播的浪潮 都是一种系统性脱吻的操作 世界各地的人都经历了太多真实 和虚假的进步了 以及很多人都已经变得 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惧怕新冠 每一次 未导致 生病的外出 都可能 令到他们进一步脱吻 即是没那么害怕了 到了这个时候 痴时痴刻 就好像 我们已经建立了对恐惧的抗体 就是这样 今年年度的情绪 亦会 麻痹我们的恐惧反应 大流行 依然持续 很多人都强调 我们在空虚和 厌倦的状态当中 苦苦挣扎 当你感觉到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都是厌倦的一种 糟糕就糟糕了 就是这样了 你的情绪反应 就会被压制的了 去年即将面临厄运的感觉 令到你 采取行动 而今年秋冬 已经变成了一种 挥之不去的 头痛 很多人厌倦了恐惧 而且也很累了 如果新冠 变种 在一个 没有人害怕他的社区 那他 就起不了一个 延遇作用了 这样 当然 这并不是说 恐惧策略 在公共卫生讯息 和私人谈话当中 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依然有大量证据表明 数珠恐惧 会令到人避免危险 它可以驱使大家戒烟 又或者 令到大家 记得大安全带 是的 有些广告 或者有些图片 当你看到一些 很可怕的照片时 你都觉得 不如记得大安全带 不是很糟糕的 但是 虽然恐惧可以和情绪状态 一样强烈 不过都是 稍顺即势的 这样会降低 我们激励持续行为改变的有效性 例如 为了减少某种疾病的传播 都可以用这招的 研究表明 激发恐惧虽然是对某些疾病的初期患者 他们是会害怕的 但是实际上 当耐久之后 或者你见到很多人都糟糕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害怕的 那些糟糕的 是失去生命的 都不害怕? 因为他觉得不是他 有些人就是囂肯心的 这个就是他们想的 没办法 真的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这个也是现实 比利是第一 搏击手的那些人 不会是我的 我这么大 是的 你的持续恐惧 都不会持续很久 恐惧通常 最适合激发是一次性的 尤其是那些 感觉有风险的行为 好像今年年初 恐惧可能是激励一些人 去不断接种疫苗 这是现实 接种接种再接种 我们经常说 但是他对于推动 复杂行为 例如 避疫剂和加强剂 效果就差一点 当然 问题 不单单是恐惧信息的 过度把握 安全行为 已经变成 政治化 以致很多人 对于现在防疫措施觉得 究竟你是否出于政治考虑 是不是为了什么 所以他们 都是持怀疑态度 为了将恐惧的信息传递出去 并且改变人的行为 大家需要确讯 当前 有明显的危险存在 大家才会信有这个恐惧 自从2020年以来 科学家 大家都在学习 如何预防 和治疗新冠方面 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当然 大家看到这些进步的时候 恐惧感也是少了 没错 卫生当局将 相同的科学 纪律应用于有关新冠的 信息传播 其实 一些 可行的方法包括什么 包括通知大家 以及 已经为他们 保留一份 一份什么呢 就是一份可以 当他们治疗的承诺 多数国家都会是 治疗的 说句老实话 嗯 其实公共卫生专家还可以改进信息的传达 不需要经常买太大的恐惧 好像某些人就怀疑那些 这些纯粹是 散播关于新冠的恐惧 或者试图 用一概而论的 一些安全性 问题来 去吓人 所以 亦都可以用 其他方法来消除恐惧 那么 继续 是用这种 恐惧的方式去吓人 使得 接种疫苗 我们看到也是越来越难的 现在的人 接种疫苗都慢了 所以 更加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害怕 接种的话 究竟你觉得 怎样才叫安全呢 怎样才有效呢 对什么人有效呢 应该 将心比心 看看他们需要什么 这样会好些的 实验亦都表明 当在沟通当中 回应反对意见 并且 确认不确定性 的时候 这样的沟通 会更加有 说服力 就是 如果 什么都认同 但是 好像 这么说 我喜欢一的 你说 我也很喜欢一 但是如果他说 他喜欢二 那你就说 为什么你喜欢二 你不可以说 你 喜欢二是错的 你就问他为什么 你要知道 他的根源 这样 是更加有说服力 更加有诚意的 当然 我们也说过 任何的 治疗方式 或者疫苗 是 有人 是有副作用的 这个全世界都是承认的 但是 我们要解释 究竟 他的这些副作用 对于全人类来说 是 是不是 真是 那么大呢 以及全体接种 是否对全人类 更加有益呢 当然是 是吧 信息的传播 的效果 并不是总是大家这样想的 有时候 是会更加复杂的 我们看到政府官员 医学专家和记者 经常说有些地区的人 疫苗接种率 低得可怜 他们 可能认为大家听到的是 如果你的大多数 邻居没有 接种疫苗 你就会置身危险当中 遗憾的是 很多人其实听到的是 你的大多数邻居 并不认为 接种疫苗 是一种危险 或者不认为疫苗是安全的 是的 因为他们 是有已经有个 agenda 所以 要解释 解释 解释说 为什么你会 这样 你是否有点 不信任 当然 有疫苗就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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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这样 另外心理学家 Robert Cecilio 他也都说 他对 说服 人家 开创性的研究当中 就表明 在不确定性之下 大家都会转移 相信和自己相似的人 看看他们会怎样做 没错 如果你看到 很多邻居没有接种 你就会犹豫 这就是为什么 健康信息传达者 最好强调原始数字 而不是百分比 即是你说 这里有多少人接种 就不要说 百分之多少人接种了 或者告诉大家 两亿美国人已经接种了的 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这样和他们说一些正面的事 而且最重要是问他们 为什么你不想 为什么你不想 所以 我们看到 西方 因为他们的 宣传方法 是有点不同的 跟我们东方人想的 所以他们现在 都是 要 改善一下 自己的宣传手法 不然大家只会当新冠武士 只会越来越大事 对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